主料,西兰花250克,鸡蛋一个,辅量,油,盐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鸡蛋打在碗里,放少许盐搅成蛋液,西兰花洗净切成小块,热油锅,把蛋液倒进去摊成蛋皮,装排待用,再起油锅,放西兰花炒,把蛋皮放进去铜炒,再放少许盐,起锅,烹饪技巧。 煎鸡蛋的时候,火不要太大了,不然一下就焦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